大家好 这个蒸笼家家户户都会有 在每次做馒头或者做包子的时候都会使用它 平时应该都是挂在那里 没有其他的作用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这个蒸笼的使用技巧 能解决很多人的烦恼 接下来一起看看吧 这个蒸笼的小眼非常有用 有人喜欢吃面鱼 用这个蒸笼来做面鱼做出来爽滑劲动 而且大小非常均匀 特别的方便省饰 这是蒸笼的第一个小描用 做面鱼 第二个描用 去除枣盒 红枣非常的有营养 不仅可以用来煲汤 煮粥 还可以用来泡水喝 但是去盒不容易 大多数人都是用刀来切 但是这样切出来的枣盒上面会有很多果肉 下面咱们就用蒸笼来去枣盒 把红枣竖着放在蒸笼眼上 然后用筷子往下挤压 这样枣盒就下来了 而且这个枣盒去得非常干净 一点果肉都没有 这个功能是不是非常的实用呢 第三个描用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菜篮子 像家里买回来的水火没有地方放 就可以放到这个蒸笼里 这样既方便又干净卫生 还可以省掉一个买菜篮子的钱 以上就是关于蒸笼使用的三个小牛轴了 唱完以后不要把蒸笼挂在那里了 赶紧把它利用起来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